支付宝 支付宝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支付工具如此简单,更多的是基于人们生活的习惯。 在支付宝中,花杯与借杯,2017年一年统计,一共放款8000亿,今年在4月份统计,已经放款数额达到了3000亿之多,不过,今年的借款似乎要起来不太容易,导致3000亿外摘押向马云,借了出去遇到好多生物回来了,一些人借完钱直接卸在支付宝了。 面对这种借完钱就跑的人,就算是拉雨也没办法一直承担巨额债务,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能用到借杯的人群,维持支付宝借款的数额。 于是,最近大量用户发现借杯被关,或者被降低额度,不过这样支付宝,就可以算是自断必保了。 对于借杯还款之后被关闭,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,作为一款消费信贷产品,蚂蚁借杯会给予用户的使用情况和信用行为,对用户的资格和额度进行动态调整。 因此,部分用户被清退资格或降低额度,而有部分用户被准入或提高额度,都是正常的,支付宝其实一直在控制借杯的不良率,更多的原因就是这个了。 前段时间,蚂蚁金服的彭蕾已经对外宣布,现在利用大数据已经把借杯的不良率,控制在1%以下了。 这无疑是大批用户被关的主要原因,很多支付宝用户抱怨,借杯不仅开通,不公平,其实不是你信用差,芝麻分低,而是蚂蚁借杯对用户的资质要求,实在是太高了,你们欠了多少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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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